我的民族,他可追溯的历史有七千余年 我的民族,他源自上古时期的东盟 我的民族,他的故乡在母亲河、黄河边上 我的民族,他是中原最早的主人 我的民族,他是福西女王后世 我的民族,他是战神吃油之子 我的民族,他酷爱和平 我的民族,他善良淳朴 我的民族,他热情好客 我的民族,全世界最早种植水稻的是他 我的民族,肇事中国法律的是他 我的民族,为早期中国兵器发展打下基础的是他 我的民族,各类宗教文化最早源自于他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 他不得不从北往南迁 他不得不自信向东走 就这样开启了长达五千年的迁徙 一路颠沛流离 就这样他哭着离开了他的家乡 他带不走他曾经所创下的一切 他经历困难重重 他未曾放弃他希望他的孩子坚强勇敢 他希望他们能够记住来时的路 于是他绞尽脑汁,把在路上遇到的种种 唱进谷歌里,秀到服装上,吹入炉身中 后来他走呀,走呀,走 他无奈,他没办法 只得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在后来新中国成立了 他中国的孩子们终于能停住了脚步 终于能过上稳定的生活 终于能过上不饿肚子的日子 但他流落在外的孩子 还在继续往西走 就这样他从中国的一个民族 变成了一个世界性民族 他从地球的东半部走到了西半部 现在中国母亲大人 带着他变得越来越好 他的孩子们有疏毒,有房住,有车开 中国母亲有很多孩子 经历千年的历史变迁 有的孩子把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弄丢 有的孩子甚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然而我的民族如今他依然灿烂地屹立在九州大地之上 把他多姿多彩的文化传向世界 他历史悠久 文化厚重 他坚强美丽 他充满了吸引力 所以他频频被刷屏 也许是他太过美丽 也许是他太过耀眼 人们总会过多的关注 当看到他独特的文化习俗时 人们总觉得神秘不可靠近 人们理解不了的 于是便给他冠语各种各样的说辞 苗子 苗得很 下骨 腰磨得厚大 就这样 以额传额 他无可奈何 他百口莫辩 他委屈流泪 他努力增长 即使中国母亲大人 努力地去保护他 努力保护各少数民族孩子 但今天依然有很多人 在挑战他的底线 触碰各少数民族孩子的边界 新疆棉花世界 遗海结盟世界 世障乳苗世界 我们是少数民族 你们是汉族 我们是苗族 你们是其他民族 但我们都是中国母亲的孩子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的文化都属于中国文化 如果我们都不保护 不传承我们各自的文化 那么抄袭马面群世界 抄袭花鸟图世界 只会层出不成 现在是中国母亲的马面群 花鸟图 那么以后 就会是我们少数民族孩子 苗族的苗族 遗族的节日 等等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所以 你我我他都是中国人 请停止伤害 请拿出尊重 只有我们这五十六颗石榴子 紧紧抱在一起 才是一个完整的石榴 才能助劳民族共同体 只有我们这五十六朵花 同时绽放 才是一个完整的百花园 才能共同进步 快走 拥抱每一种生活 快走 谁开 wrap